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很多小伙伴推荐的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第一季全八级合集 以及一部特别篇 劳累一天后,如何才能把酒喝得津津有味 是独立女性美性每天都会绞尽脑汁又乐在其中的事情 她有个漂亮的厨房,各种厨具餐具一迎俱全 她的厨艺相当厉害,是属于自己做菜吃的类型 不像和鸽子和五郎叔,一天到晚下馆子 早晨起来,美性闻了闻,腌制的叫头 感觉已经够有味道了,今晚就可以嚼她了 她仿佛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接着她拿了两个玻璃杯放到冰箱里 这时要把杯子冰镇一下 这种喝酒的技巧,我还真没试过 美性在啤酒花房地产公司上班 同事们每天都很忙碌 她刚送走客户,就听见同事小妹的客户在发脾气 说自己想找个朝北的房子 而同事小妹总给她推荐朝南的房子 同事小妹笃定的说,朝北的房子采光不好 朝南的光照好,住着舒服 而客户生气的说,她只要朝北的房子 而美性一眼看到了客户旁边放着的一只大皮包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当客人生气离开时 美性给客户推荐了另一所房子 客户说,这不也是朝南的房子吗 美性说,您是摄影爱好者吧 您那个包是放相机的对吧 您一定是想在家里设个暗房 冲洗照片用 而这间房子虽然整体朝南 但南面没有窗户,完全照不尽阳光 而且还备有暗室所需要的换气颤 步行八分钟就能到车站 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客户顿时乐了,说就要这个了 离开时她向美性表示感谢 让同事小妹跟美性多学着点 同事小妹鞠躬感谢美性 懊恼的说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 但她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 南谈的客户走后 店长才敢从里间出来 遗憾的说她还想接待一下那位顾客呢 耿直男同事说,您刚才是躲起来了吧 店长狡辩说,她是在构思分店经营战略 然后SDG,CSR的说了一堆 耿直小伙说,您知道这些缩写什么意思吗 小伙真是太耿直了 有人把工作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 也有人只是点到为止 而美性的宗旨就是准时完成工作 六点准时下班 而他坚持不加班 就是为了享受每天的晚着时光 就是晚上喝酒的时间 所以六点一到,美性立刻走人 店长说美性一定是约会去了 去那种时髦的意大利餐厅约会 但美性却是跑去蒸桑拿了 今天周三是女性专用日 票钱从1200日元降到1000日元 美性被蒸得汗水直糖 她这么瘦蒸桑拿 总感觉是在制造干湿 蒸着蒸着,她感觉有些口渴 这感觉很好 可以在晚着时尽情享受喝酒的快乐 蒸完一拨后,她跑去池子里泡一下 然后回来接着蒸,这时候人多了起来 有两位女士商量着一会儿去旁边店的餐厅喝一杯 说那里有特别好喝的精酿啤酒 说着两人就忍不住冲出去喝酒了 馋的美性也想去喝一杯 但她忍住了,她又享受自己的畅快晚着 蒸完后接着泡,泡完接着蒸 三蒸三煮,味道一定很好 终于在脱水昏倒前,她蒸完了 舒舒服服的晾干后 她更加渴望晚着时光了 结果走出来,看到顾客们都在补充水分 喝各种饮品,喝得特欢畅 她实在口渴,走到贩卖机前也想喝 但使劲摇摇头 她要等到晚饭时畅快的喝 这样不好吧,要及时补水才对 接着她就跑到超市,买今晚的下酒菜 酒好不好喝,下酒菜决定一切 自己做菜低成本,高享受 可以精心挑选自己喜欢的 超市里各种菜品一营俱全 她买了一把特价酒菜 又挑选了打七折的炭火烤鸡肉串 葱烤鸡肉串,软骨丸子的组合套装 接着她又看到了醋烟青花鱼大枝 498日圆,大枝是最好的部位 顶级美味,于是她拿了一个 最后她去买酒 五颜六色的酒再朝她召唤 走过去,看见那里摆着个运动饮料 试饮的摊位 促销员小伙邀请她试饮一杯 说很适合口渴时喝 已经很口渴的美姓伸出手要拿一杯喝 但是她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手 最后竟然还扇了自己一巴掌 把小伙吓一跳 还以为这大姐身体里还有另一个人呢 美姓跟小伙抱歉 说她今晚准备喝酒 所以下次她一定会买的 小伙笑眯眯的说 在自己喜欢的时间里 吃爱吃的,喝爱喝的 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美姓没想到这小伙跟自己是同道中人 她对小伙表示感谢 而美姓就拎起了半打金麦啤酒回家了 回到家将买来的东西拿出来 将啤酒撕开 将其中两罐放到冰箱里冰镇 还订了个十分钟的闹钟 十分钟你能把饭做完 她先从醋烟青花鱼大枝开始 将鱼肉切成一条条的 马放在盘子中 在上面浇上熏制的橄榄油 把豆苗洋葱丝放在碗中 淋上酱油搅拌一番 再放到醋烟青花鱼上 这样一道超美下酒菜就做好了 看上去很有食欲 美姓很得意自己的这道意大利料理 然后炉子点火锅中放油 把软骨鸡肉丸子和大葱什么的 都撸到锅里加热 扒了几下均匀裹油后 她从异常丰富的调料架子上 拿了一瓶德州香料 撒在那些烤肉上 如此看上去很有颗粒感 颜色质感都很诱人 左扒了右扒了一番后 这道菜也做好了 装在盘子里热气腾腾 看上去很勾人食欲 而最后是那个韭菜 将韭菜切成段 放进锅里稍微扒了两下 将打好的蛋液倒进去 稍微翻炒几下后 直接装盘 黄色绿色的搭配很漂亮 怎么看着像哪个足球队的队服呢 接着她又在调料架上一番寻找 拿了一瓶麻辣香油 闻了闻味道很香 认为无论什么料理 只要加上这个 就秒变四川风味 虽然她没去过四川 但她认为这个就是四川的味道 接着再将那个烟轿头 装在小碟子里 这四个菜就做好了 她一个人吃 显得有点丰盛了 有意大利风的 德萨斯风的 中国风的 各种美食奇迹一堂 此时闹钟响起 她打开冰箱门 请出了日本选手金麦啤酒 然后她就兴奋的坐在桌前 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将冰冰凉的啤酒打开 倒进冰冰凉的杯子里 一罐啤酒刚好倒一杯 她立刻咕咚咚 灌进去半杯 口渴的情况下 喝一杯冰镇啤酒 那滋味简直爽上天了 感觉啤酒瞬间流遍全身 忍了半天口渴 就是为了这一刻 接着她夹起烟轿头吃了一个 嚼起来脆脆的 清新爽口 腌了一周忍着没吃 也为了这一刻 这个女人可是够能忍的呀 接着她端起啤酒来 咕咚咚咚一口干掉 这酒喝的确实挺豪爽 然后她就去拿第二罐啤酒 而且连杯子也一起换了 因为要保证杯子 也是冰冰凉的状态才好喝 这可太讲究了吧 我怎么感觉没啥区别呢 她将第二罐啤酒倒进杯子里 然后就正式开吃了 将醋烟青花鱼 和洋葱丝豆苗一起加起来 一口塞进嘴里咀嚼 洋葱豆苗的鲜嫩 和青花鱼的美味融合 口感和味道都是一级棒 作为下酒菜太合适了 灌一口啤酒下去 发自内心的舒爽 接着她加起一块烤鸡肉嚼起来 烤鸡肉太香了 还带着一点嫩痰的口感 加上德州香料的加持 跟啤酒简直绝配 接着她又在上面 撒了些德州香料 加起一个鸡肉丸子 送进嘴里嚼 味道确实太赞了 肉丸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香 她喝了口啤酒 又舒爽了一波 接着她把韭菜炒鸡蛋 拉到面前 加起一块的金黄翠绿的 韭菜炒鸡蛋 送进嘴里细细品味 那味道简直太神奇了 鲜嫩的韭菜散发着特有的清香 跟松软的鸡蛋配合 有种无与伦比的美妙 她觉得想出这种组合的中国人 真应该飞黄腾达 她又吃了一口混合 大量四川麻辣油的韭菜炒鸡蛋 这麻辣的刺激让她惊艳了 麻辣韭菜炒鸡蛋 一口忘不掉的味道 喝一口啤酒配合一下 韭菜就酒 天长地久 然后她就一个叫头一口酒 一块青花鱼一口酒 一块软骨一口酒 一块的韭菜鸡蛋一口酒 一轮轮的轮番吃 但怎么感觉这一杯啤酒不见瞎呀 喝那么多口还是这么多 美性工作利索 做饭利索 吃饭也利索 这四样菜在她的疯狂攻势下 很快就吃干净了 一点没浪费 吃完她说了声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食材和酒钱大概一千日元 仅花这点钱就能享受如此美味 她感叹自己 可真是个居家饮酒小天才 她禁不住开心的笑了 本集中 外面买的不如自己做的 饭店的味道再好 也吃不出亲自下厨的美妙 有人说自己厨艺不好 那只是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菜肴 比如适合我的菜肴 就是别人做的菜肴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锅嘴白下次见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很多小伙伴推荐的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第二集 劳了一天后 做什么下酒菜 才能把酒喝的津津有味 是美兴每天都会绞尽脑汁又乐在其中的事情 她有个漂亮的厨房 她的厨艺相当厉害 这天早晨起来 美兴将两个扎皮杯放到冰箱里冰镇 准备晚上回来喝啤酒用 因为冰啤酒倒进冰杯子里喝 会更加有味道 美兴在啤酒花房地产公司上班 此时店长正在给一位女孩介绍房子 但女孩责怪店长为何总给她推荐光线刺眼的地方 店长油腻的说 因为您太耀眼了 女顾客不乐意的说 你是在说我刺眼是吧 然后起身要去别的店 而美兴递过来一个房子 让女顾客看看 店长说 这房子太远了 而且半径200米内没有任何建筑物 美兴对女顾客说 您刚才说 平时在声音很大的地方工作 或许您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女顾客顿时高兴的说 这就是她想找的房子 店长顿时傻眼了 被美兴推到一边 美兴和女顾客搬了租房手续后 女顾客高兴的离开 店长连夸美兴做的好 美兴忙说不要跟我搭话 我现在要专心做事 店长说了声OK 乖乖走了 而美兴之所以抓紧做事 是为了六点准时下班 果然她在六点前完成了工作 从包里掏出运动鞋换上 然后背上包 说了声大家辛苦了 转身下班走了 同事小伙说 她为何换运动鞋 同事小妹说 大概是和男朋友跑步去了吧 明天周二是休息日 所以美兴准备 更丰盛的准备今晚的小酌时光 而公司到家经过超市 大约四公里 五千六百步 如果每天都能走一万五千步 那她的身体状态就能达到最佳 于是她就开始大踏步 一路往超市走 这地方可真是幽静 一个人也没有 她上网查过 走路要挺直腰背 能刺激腹肌和背肌 还要充分摆动手臂 能活动肩胛骨 把上半身的肌肉都调动起来 为了提高效率 甚至在等红灯时原地踏步 只为了晚上能吃好喝好 这美女为了吃饭也是拼了 看着时间距离计划 到达超市的时间 还负于15分钟 于是她决定绕路爬个坡 这样更能增加运动量 也相当于增加饭量 于是她就开始大步上坡 她自信一定能征服这个坡道 结果走到一半 她就后悔了 脚步和呼吸一样沉重 就在她累得狼狈不堪时 一位大爷从她身旁轻盈地飘过 那矫健的背影 对她来说是种轻蔑的嘲笑 她受到了刺激 拼命地朝坡顶冲去 终于有了杀死比尔里 刘星锤女杀手的狠劲了 最终她气喘吁吁地 准时跑到了超市 看了看步数 15000多 今天的锻炼达成了 她拿了篮子走进超市 开始了她最喜欢的 挑选食材的时间 今天她要吃烤肉配啤酒 那些切好的肉 心艳水嫩 生的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在外面吃烤肉要1万日元 在家自己烤同样的东西 顶多2000 此时是6点45分 店员正在贴打折标签 她选择这个时间来 就是因为现在是打折时间 那些肉统统打七折 她看到现在 竟然还有横格膜肉 赶紧抢过来放到篮子里 另外还有鸡脖子肉 也赶紧抢到手 那感觉就跟在母鸡后面 等着捡鸡蛋一样 牛横格膜和鸡脖子肉到手了 就还差猪五花肉了 这家店的猪肉 是农场直送过来的 特好吃 但那个猪五花肉 并没有贴七折标签 一定是店员小伙 忘记贴了 但她又不好意思过去说 所以她决定等店员 一会儿检查时 自己发现 她先去买了大葱等食材 哪知等她回到生肉区 发现一大姐 拿着五花肉 问小伙 这个为何不打折 小伙忙抱歉 自己忘了 赶紧给贴上标签 而大姐竟然将两盒五花肉 都给买走了 美兴后悔自己 刚才没坦率的说出来 她太想吃五花肉了 她想跟那位大姐云一盒 但还是忍住了 怕被说成是 抢打折商品的女人 看着五花肉离她远去 她失望至极 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 而店员小伙 看美兴很是落寞 明白是没抢到五花肉的缘故 所以拿起一盒猪蛇 推荐给美兴 美兴感觉猪蛇确实不错 而且是半价 她很高兴 立刻要了 店员小伙比美兴还兴奋 说被这么好的人买走了 真好啊 回到家换了衣服 系上围裙 开始做饭 先把肉放到厨房纸上 吸干多余的水分 那样味道会更好 吸干多余水分后 将横格膜肉放到袋子里 倒上蒜味十足的烤肉汁 然后反复揉搓 开始切蔬菜 用的是前几天剩的蔬菜 有茄子 蘑菇 圆白菜和生菜 切好后放到盘子里 这样食材就都准备好了 每一盘都还挺漂亮诱人的 接下来 她将葱板切末 葱叶切段 用调料拌一下 并把大蒜切成片 制作成配料 再用萝卜泥 酱汁酱油什么的 调制成蘸料 装在小碟子里 还要挤上点芥蒙 最后她还拿出了韩式烟菜 弄了一盘 这顿饭确实够丰盛 接下来 她端出了电烤炉 这个炉子应该是暂住了 还穿上了一条 防溅油的围裙 整得跟在烤肉店一模一样 终于 她将她最喜爱的 金麦啤酒和扎皮杯 拿了出来 操劳半天 这一桌子的东西 终于整齐了 各种食材 颜色诱人 看上去很美 她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将啤酒打开 蹲蹲蹲的 都倒进扎皮杯里 紧接着就蹲蹲蹲的 喝了好几大口 冰冰凉的啤酒入喉 全都直了 她先加了烟小青菜 吃了一口 再喝一口酒 当肉饮子 准备迎接烤肉 她先加了两片猪舌 放到烤网上 然后专心的听烤肉的声音 听到肉的汁水 溢出的声音后 立刻翻面 再加热15秒就可以了 数完15秒后 她立刻将肉 夹到盘子里 挤上柠檬汁 迫不及待的夹起一块 送进嘴里嚼起来 烤猪舌真是太香了 而且非常嫩 接着她将半小葱 放到猪舌上 卷起来一股脑 送进嘴里 大嚼起来 小葱配猪舌 好吃到爆 每嚼一口 都是肉香葱香 富裕芬芳 她抓起啤酒来灌一口 那感觉真是神仙不换呀 她很感谢店员小伙 推荐了猪舌 接着她将鸡脖子肉 放到烤网上 鸡脖子肉肯定香啊 因为是鸡身上 活动量最多的部位 鸡脖子肉烤得差不多了 就加起来 蘸了酱油 再抹些芥末 这样一口送进嘴里 细细咀嚼 厚实的口感 细腻鲜美的味道 别提多好吃了 我好想吃这个呀 因为啃鸡脖子太费劲了 这样一整条的吃才爽啊 接着她将豆苗和鸡脖子肉 一起蘸了酱汁 送进嘴里贪婪咀嚼 荤素搭配 越吃越美味 肉香中带着一点点嚼劲 真是极品啊 她一口干掉紧剩的啤酒 舒爽的一脸满足 接着她从冰箱里 拿出另一罐啤酒 和另一个杯子 这是她的习惯 杯子也要一起换成冰凉的 说是口感好 接着她就将烤肉的王道之品 横格磨肉放到烤网上 顿时吃辣作响 生腾的烤肉香令人陶醉 她将啤酒打开 倾斜45度倒进杯子里 啤酒末洁白丰富 她先畅快的来上两口 然后加了口辣白菜吃 咔嚓咔嚓的微辣清脆 将横格磨肉翻个面 肉色已成熟 油量微焦 烤好后蘸上酱汁挤上芥末 夹起来香喷喷一口塞进嘴里 刚嚼两口她就被惊艳了 瘦肉和肥肉的比例 达到了绝妙的平衡 和酱汁充分融合 又香又带劲 别提多好吃了 接着她将蒜片 放到另一片肉上 松进嘴里细细品味 大蒜的味道 将烤肉的浓香 完全激发出来 大蒜配烤肉 越吃越没够 咕咚咚咚灌一口冰凉的啤酒 简直爽上天了 接着她就将各种肉 混合放到烤网上烤 一块横格磨肉一口酒 一条的鸡脖子肉一口酒 生菜卷横格磨肉 加辣白菜两口吞掉 一口口鲜美的烤肉 配上一口口超嗨的啤酒 如此吃着喝着 畅快无边 但美食终有劲 她吃完烤肉喝完啤酒 说了声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本集中 身体有多累 吃饭就有多香 喊着没胃口的人 八成是做的太久 身体发僵 体力工作者吃饭特香 做办公室的身体压健康 说没时间锻炼的人 都很夸张 因为他们刷手机 能刷到地老天荒 好了我要去锻炼了 咕嘴白下次见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很多小伙伴 推荐的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第三集 劳了一天后 做什么下酒菜 才能把酒喝得津津有味 是美兴每天都会 绞尽脑汁又乐在其中的事情 她每天自己买菜做饭 不像和鸽子和五郎叔 天天下馆子 早晨起来将小番茄 投进废水中煮一下 捞出来扔进冰水里 然后就开始剥小番茄的皮 盆里放白糖和各种调味汁 将剥皮小番茄放进去 放到冰箱里腌制它 再从一大堆啤酒杯中 选择两个她今天中意的 放到冰箱里 晚上喝酒用 美兴在啤酒花 房地产公司上班 同事小伙正在招待一位 看了好多房子 都不满意的顾客 户型好的嫌房龄长 房龄短的嫌价格高 同事小伙耐心给顾客介绍 但顾客终究不满意的走了 说明天再来 店长说 应该疯狂推荐 忽悠她签了合同就完事了 同事小妹说 这种忽悠人的做法不可绝 店长忙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但是没人理会 她那别搅的玩笑 六点一到 美兴起身跟大家说了声 辛苦了 转身下班而去 而店长还在解释 那个无聊的玩笑 今天是周日 美兴来到健身房健身 她健身不是为了减肥 而是为了每周 都会有一碗用碳水下酒 减轻罪恶感 所以才来锻炼一番 上完跑步机 她去锻炼肌肉 看到两个女孩 在互相夸赞彼此的运动衣好看 而美兴不需要漂亮运动衣 只要方便和利于冒汗的就行 她过去进行背部下拉 锻炼背部肌肉 先设置好重量 然后坐下卡好大腿 缓缓将横跟拉向背部 努力的一下一下往下拉 然后她又看到那两个女孩 在跑步机上互相拍照 还追求拍摄角度 让自己看起来更美更翘 美兴心想 每个人来健身的目的都不同 她幻想自己锻炼好背部肌肉 会接到啤酒广告 咕咚咚一大口下去 畅快无比 那就是她喜欢的 被啤酒包围的生活 接下来她又去锻炼胸大级 和攻三头级 她坐在推举机上开推 缓缓推出 慢慢归位 突然她看到其中一个妹子 跑到一个帅哥面前撒娇 说自己比上周轻了三百克 帅哥说 那半年后你就剩十几公斤了 妹子撒娇说 那可不行 美兴凯探 每个人来健身的目的都不同 而自己不是来艳遇的 她锻炼攻三头肌 是为了单手拿起 德国人喜欢的那种 一升装啤酒杯 和德国人面对面挽拙 绝不落下风 接下来她开始做杠铃深蹲 用力握住杠铃 脚底站稳 蹲下保持几秒 然后站起身来 反复锻炼 此时那两个女孩 又在互夸对方的臀形好看 美兴心想 每个人来健身的目的都不同 她对翘臀毫无兴趣 她锻炼下半身 只是为了当电梯故障时 能抱着两箱啤酒 一口气上五楼 不费劲 锻炼完肌肉后 她又去跑步 一个帅哥 把她落下的毛巾拿给她 虽然她不进男色 但帅哥 还是让她心里一动 她赶紧射住心神 开始跑步 哪知那位帅哥 也过来一起跑 美兴下意识的 想展示女性的柔弱 但是立刻制止了 自己的愚蠢念头 因为自己是为了 更好的享受美酒 不是来泡帅哥的 所以她增加了速度 而帅哥不甘落后 一加再加 最后美兴把速度 加到了15 美兴依然跑得从容 而帅哥的跑姿 就开始畸形了 美兴跑完 潇洒的走了 而帅哥累得跟孙子似的 说自己输了 由此可见 美兴没男朋友 是有原因的 突然那两个妹子跑来 跟美兴说 他们很佩服美兴 说要向美兴学习 专心锻炼 而不是目的不纯 而美兴说 锻炼完喝酒最爽了 俩美女惊了 这目的似乎也不纯呀 接着美兴来到了超市 看着货架上的各种碳水食品 细心挑选 突然他闻到一股香味 转头一看 店员小伙正在促销台湾拌面 并有试吃活动 这家超市就一个店员嘛 往死里使啊 一位大姐问 这是台湾产的吗 小伙盲说 这个是民谷无产的 原来台湾拌面 是民谷无发明的 于是大姐就拿了一袋 民谷无产的台湾拌面 而美兴觉得 只要看着台湾这两个字 她就能多喝两杯 店员小伙忙给她递过去试吃品 美兴闻了闻 特别的香 她不好意思的说 这个一定好吃 但她现在不能吃 不过她会买一袋回家吃 然后就拿了一袋台湾拌面 店员小伙感动的说 拿了最前面的那包 真是顾客的楷毛呀 看来大家都喜欢从中间位置拿 回到家 美兴将食材一样样取出来 虽然台湾拌面里本身有酱料 但是为了好吃 她在锅里放油 挤入豆瓣酱 甜面酱 番茄酱 萝卜泥什么的 搅拌一番后 倒入肉馅 但这肉馅也太多了吧 这一顿比我吃的肉都多 肉馅成熟后 撒入白糖 这就算完成了 这玩意儿无庸置疑的好吃啊 香味乱窜的 把韭菜切碎后 将台湾拌面 倒入废水中煮熟 捞出来控干水分 在面篓中稍微搅拌一下 让面稍微有些裂痕 这样面会更有粘性 也更容易沾上酱料 将水润油亮的面条 倒入碗中 倒入自带的酱料 搅拌均匀 再将自己做好的肉酱倒进去 再加上韭菜碎 葱 鱼粉和海苔 还有一个蛋黄 这碗奢侈的面 已经违背了他最开始 方便快捷的特点了 美馨看到肉馅还剩了不少 于是就拿出几个大青椒 一个一刀切成两半 摆在盘子里 再拿出早晨腌制的小番茄 还有冰镇起来的啤酒和啤酒杯 这顿饭总算开始了 这一桌子美食 颜色搭配特漂亮 虽然种类没以前多 但是肉多呀 美馨打开啤酒 45度倾斜倒进杯子里 产生丰富的洁白泡沫 他顿顿顿的就是几大口 真是畅快无边 这就是健身后喝酒的美妙 接着他加起一个 腌制小番茄送进嘴里 酸酸甜甜的很爽口 将啤酒一口干掉 真是千斤难买的感觉呀 他将生余啤酒倒进杯子里 竟然还能倒一杯 拿起大青椒 用勺子将肉酱咬进去 这就是青椒腮肉 他举起大青椒 咔嚓就是一口 青椒清脆的声音悦耳动听 肉馅的香味直冲未来 肉香和青椒的清香 混合成一种天然浑橙的味道 真的是美妙 再喝一口啤酒 果然是吃肉喝酒最爽了 接下来他终于把台湾拌面 拉到跟前 将蛋黄戳破 然后用力彻底的搅拌起来 刚刚锻炼完的攻三投机 圆圆发力 很快这碗面就拌好了 每一个面条都沾上了 每一种酱料 他兴奋的夹起一筷子 沾满了肉酱的面条 送进嘴里 开始大口咀嚼 面条和肉酱 蛋黄和鱼粉 越嚼越香 配料的浓香 和碳水的醇香 组合在一起 实在是享受 没人能抵挡那种诱惑 他忍不住 顿顿顿的干掉啤酒 爽得脸都变形了 他赶紧跑去 拿了另一罐啤酒 和另一个杯子 45度往里倾泻 啤酒沫骤然而起 洁白无瑕 接着他就加起 一大多路肉酱面 稀溜溜的往嘴里吸 再灌一口啤酒下去 碳水配啤酒 竟然是如此的契合 他还往面里撒上辣油 如此吃起来 辛辣鸡爽 他一口面条一口酒 一个辣椒腮肉一口酒 一个腌番茄一口酒 还将剩余的肉酱 也咬到面碗里 这位大姐是真爱吃肉啊 毕竟谁不爱吃肉呢 他越吃越投入 越吃越激情 肉酱拌面吃完 小番茄吃光 辣椒腮肉吃干净 这满满一桌子的食物 顷刻间都进了他的肚子 他满足的说了声 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转天同事小伙正挠头 给那位磨叽的顾客 推荐什么房子 美兴让同事小伙 看看自己的简历 上面写着 人生的三分之一 是在家里度过的 所以他要好好帮顾客找房 直到满意为止 美兴问他是否初心还在 小伙点头说 他在学生时代 找房子时也犹豫了很久 但是房产中介 非常耐心的陪着他 终于找到了满意的房子 所以他要尽最大的努力 帮那位顾客 找到满意的房子 店长说 其实当年帮助同事小伙 找房子的中介就是他 同事小妹说 不可能 您才不会干那么好的事呢 这小妹也太耿直了吧 店长自言自语的说 这个真不是开玩笑 此时那位顾客又来了 同事小伙站起身来 信心百倍的说 他一定会帮对方 找到满意的房子 本集中 人吃饭是为了活着 而人活着是为了理想 而我的理想 就是为了吃好饭 人健身是为了健康 但有些人的目的却不单纯 而我比他们单纯多了 因为我根本不健身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郭嘴白 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 很多小伙伴推荐的 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 第四集 劳累一天后 做什么下酒菜 才能把酒喝得津津有味 是美食每天都会嚼尽脑汁 又乐在其中的事情 早晨起来 美食在切开的卷心菜上 撒上烤盐 锅里倒点小茴香 加热一会儿后 和红辣椒圈一起放进腌制汤汁里 倒进保鲜袋里 腌制卷心菜 然后拿两个啤酒杯 放进冰箱里 准备晚上回来喝啤酒用 下午给客户介绍完房子后 客户让他喝杯茶再走 美食看看时间已经下午三点了 他现在还不能喝 因为他给自己定了规矩 下午三点后尽量不摄入水分 为了吃晚饭时 喝啤酒更加畅快舒爽 但这样似乎不太好吧 贴好公司的宣传海报后 他决定走两站路回公司 这样做也是为了进行消耗 让晚饭更加香甜 回到公司后 他又打了好几个电话 打电话时还在进行腿部锻炼 这样做当然也是为了喝啤酒更有滋味 为了喝酒 他确实够拼的 忙忙碌碌的终于快到六点了 他会在下班前完成工作 六点准时下班回家 做饭喝酒 但今天店长突然问 第七全貌图怎么还没制作 店员大导说 不是截止到下个月吗 店长着急的说 提前到这个月了 明天就得印出来 而六点一到 美兴鞠躬说了声 辛苦了 转身而去 店长哀求说 美兴拜托你了 要是你在就帮了大忙了 要不是我的西装刚干洗完 我就给你跪下了 就加三十分钟不行吗 而大导和小葵 也请求美兴帮帮忙 美兴只好说 只加三十分钟哦 然后美兴就开始给大家讲解 地区全貌图该如何画 该标记什么地点 比如车站医院派出所 学校幼儿园超市便利店 饭店杂货铺什么的 他让大导来画图 让小葵负责收集材料 最终才华出众的大导 快速完成了绘画工作 小葵直夸他有才华 美兴看时间刚刚六点半 美兴高兴的告辞 拿着店长又哀嚎起来 说他才想起来 临站的地图也是要的 他拜托美兴再加三十分钟 大导和小葵也跟着祈求 美兴恶狠狠的说 这份人情我一定会讨回来的 于是他们指的 又开始接着画另一片区域 大导和小葵饿了 想点外卖 问美兴要不要叫个外卖 美兴其实已经很饿了 但一天最后的挽着时光 就是他活着的意义 他要忍着回家吃 所以他说他不饿 七点的时候外卖送到了 美兴闻到一股浓香 似乎有生姜的味道 扭头一看 原来两人点的是生姜烧肉盖饭 小葵兴奋的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夹起香喷喷的生姜烧肉和米饭 一起塞进嘴里 大导也一个劲往嘴里 扒拉着烧肉和米饭 吃得酣畅淋漓 两人的吃相 对于美兴来说是种煎熬 此时店长买来了煎饺和啤酒 还把啤酒发给大家喝 看到美味的煎饺 美兴又被饥饿 重击一次 但为了回家挽着 他终究还是忍住了 小葵吃了个煎饺 瞪大眼睛说真好吃 大导喝了啤酒后的表情极其夸张 而店长把尖角蘸了醋和胡椒粉 塞进嘴里大嚼 开心的喝酒 美兴看他那可恨的样子 满眼杀意 默默从包里掏出了流星锤 哦不好意思 串台了 生姜烧肉 尖角啤酒 让美兴馋得心里发慌 他索性闭上眼睛 但味道依旧还在 他又捏住鼻子 大导问这是在干嘛 小葵认真的说 这个不会是新型瑜伽吧 大家吃完继续加班 终于在21点的时候把图做好了 美兴说了声辛苦了 赶紧开溜 那只小葵突然说 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店长也跑出来说 也感觉缺了些很重要的东西 美兴好想踹店长一脚 但也只好返回来接着工作 地图上那家炸肉饼好吃到爆 那家超市每天下午6点开售下韭菜 那家烤鸡肉串的烧烤酱特好吃 他自言自语的越说声越大 那只小葵说 不愧是美兴节 这张图上就少了我们的想法 要加上我们的点评才完美 说真不愧是美兴 一眼就看破了 美兴顿时蒙了 忙得意的说 那没什么了 然后大家就集思广益 美兴说 烘焙店的盐味黄油面包特好吃 店长说 那家咖喱店的经典风味咖喱 和肉酱拼盘半份装 只要650日元 小葵说 那个饭店的空心菜 会放好多大蒜 终于他们制作的地区全貌图做好了 果然很完美 店长很高兴 提议去喝酒 小葵说他约了男朋友 店长问美兴去不去 结果一回头 美兴已经没眼了 美兴一路往超市跑去 祈祷别打样 结果到了后 店员小伙说 很抱歉 今天打样了 美兴异常失望的走了 小伙说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怎么他看起来 那么失魂落魄的呢 美兴失望的回到家 今天只能用剩下的东西 来解决晚饭了 他打开冰箱 寻寻觅觅 突然在冰箱下层 发现了一包猪肉 这是他昨天做饭时 怕吃不了 而留下的一些五花肉 他顿时心话怒放 感谢昨天的自己 突然他又摸出了 一包酥冻饺子 那是他在半年前 逛超市时顺手买的 他太感谢半年前的自己了 没想到今天 他也能吃上 生姜烧肉和煎饺子 他将饺子一个个的 码在锅里加热 然后将生姜和洋葱擦成末 倒进盆里 再倒上酱油 加入苹果酱增加风味 搅拌一番 制成他自己研发的 生姜烧肉完美酱汁 再将洋葱切丝 大蒜切片备用 然后将五花肉放到油锅里煎 全熟会发应 半熟时就装到盘子里 剩余的油用来炒洋葱 炒得差不多时 将蒜片放进去 再将猪肉倒回去 最后倒入蜜制酱汁 一番翻炒后香味扑比 每一片猪肉上都裹满了酱汁 很快这一道生姜烧肉就做好了 热乎乎酱乎乎 分外诱人 再撒上一把葱花 看上去别提多漂亮了 他跑到异常丰富的调料区 选了一瓶黑醋 和一瓶蘸饺子用的四川蘸酱 黑醋倒进碟子里 加入大量生姜末 另一边挤上辣味四川蘸酱 并撒上芝麻 此时饺子已经好了 他将饺子铲下来 煎得金黄焦脆的饺子 颜色太诱人了 看上去就想吃他三大盘 然后他将早晨做的 哈尔滨泡菜风卷心菜 拿出来装在盘子里 这一桌子美食 看上去相当不错 令人食欲泛滥 他高兴的将啤酒和啤酒杯拿出来 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这顿饭总算开始了 他打开啤酒45度 倾斜倒进杯子里 他的啤酒杯可是每集都不同啊 这一罐正好倒一杯 洁白的泡沫 锁住啤酒的鲜味 他顿顿顿就是几大口 喝的那叫一个爽啊 辛劳一天后喝啤酒 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情了 他加起一大片烟卷心菜 送进嘴里咔咔的嚼 酸甜微辣脆嫩可口 真是下酒极品 他咕咚咚灌灌了两口啤酒 果然够般配 接下来他将生姜猪肉和洋葱丝 加起来一口送进嘴里开吃 甜辣味的酱汁配上生姜 再加上煎猪肉的鲜香 那味道真是绝了 越嚼越美 端起啤酒来喝一大口 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佳组合了 再加起一大块卷心菜 送进嘴里嚼 再加一块的生姜烧肉吃 这两道菜还真的很搭 清爽解油腻 他一口干掉杯容酒 整个人都舒爽了 接着他拿出另一罐啤酒 和另一个冰镇酒杯 杯子和酒都是冰的 保证了绝妙的口感 把啤酒倒进杯子里 制造出丰富的泡沫 然后他就兴奋的拆下一个脆脆的煎饺 蘸了黑醋生姜泥蘸料 整个放进嘴里嚼 焦脆的外皮 鲜美的肉馅 还有黑醋和生姜沫的加持 那味道简直上天了 美性吃的分外陶醉 咕咚咚咚配了一大口啤酒 舒爽的感觉如此美妙 他又拆下一个煎饺 蘸了四川蘸料 送进嘴里开嚼 辣味和芝麻香的蘸料 果然给力 嚼起来辣香辣香的 一大口啤酒下去 他又舒爽了一遍 他认为啤酒和煎饺 是最般配的组合了 这么一会儿功夫 两个最般配了 然后他就开启了 风卷残云 云淡风清 清风榨起模式 一片卷心菜一口酒 一块子生姜烧肉一口酒 一个脆皮煎饺一口酒 吃的有条不紊 不亦乐乎 每一口都享受得很 很快泡菜吃光 生姜猪肉吃干净 肩脚消灭掉 啤酒一口干掉 他说了声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转天来到店里 大家很好奇 为何地区全貌图 没有阴出来 因为今天就要开始发了 哪知店长说 是他搞错了 截止日期 果然是下个月 众人的眼神充满愤怒 美性抄袭家伙 要砸他的大脑袋 哪知店长说 他按照地图 买了炸肉饼和鸡肉烤串 每人一套 刚才还杀气腾腾的三人 顿时没开眼笑了 看来店长果然还是有一套的 这就叫收买人心 美性心想 今天就不杀你了 本集中 烤分烤分 学生的命根 加班加班 射处的标杆 鸡汤鸡汤 老板的秘方 每餐每餐 生命的狂欢 好了 我要去狂欢了 咕嘴白下次见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 很多小伙伴推荐的 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第五集 晚上下班 做几个下酒菜 喝两听冰啤酒 是美性最喜欢的时光 每天的下酒菜 都是他亲手制作 丰富且美味 早晨美性打开酱菜桶 挖出腌制的米糠黄瓜 胡萝卜和白萝卜 冲洗干净 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再用保鲜膜封起来 放进冰箱里 然后拿两个喝啤酒用的杯子 放到冰箱里冰镇 这样喝啤酒比较爽 美性在啤酒花 房地产公司上班 这天 陵木荞麦面店的老板 要换个店铺 他查到三家心仪的地点 让美性帮他参谋 哪个比较好 小葵说 因为最近生意不好 所以陵木老板 想搬到离车站近的地方 老板说 他觉得那个步行一分钟 就能到车站的店面比较好 租金也在预算内 哪知美性坚决的说 这个不行 另外两家也被他直接给否了 老板疑惑的问 那什么样的才好呢 美性说 给他一点时间挑选 他一定会负起责任的 老板只好说 拜托美性了 并且送给美性一份 店里的乔麦面 美性很高兴 小葵和大导问美性 为何距离车站一分钟的店不行 美性只是摇头 说不合适 店长又开始瞎猜 说那个店在佐藤大厦 陵木进驻佐藤 所以陵木会很屈辱 众人听吧 都觉得店长疯了 没人搭理他 六点一到 美性准点下班 说他要去确认一下 小葵问他确认什么 他也没透露 今天他本来要去 新开业的那家普拉提教室体验的 但他为了确认某件事 直接来到了他常去的那家桑拿店 但哪只常年无休的桑拿店 今天竟然歇夜 而且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他只好冒雨 跑到便利店买了把伞 哪只刚出门 发现天晴了 美性感觉 今天自己的运气 可有点差呀 他收起伞 来到了那家常去的超市 店里唯一干活的小伙 朝他鞠躬喊欢迎 他以最快的速度 拿了葱 拿了一瓶芝麻酱 拿了一盒鸡胸肉 拿了一盒鸭肉 然后推着车 去货架寻找其他东西 店员小伙过来打招呼 拿着一包巧麦面 说您是要做巧麦面吧 美性笑了笑说是的 然后从包里拿出 陵墓老板送的巧麦面 小伙很尴尬 忙说自己多管闲事了 而美性礼貌的感谢小伙的热心 然后拿起一包香菇片 推车走了 小伙懊恼的说 看来自己还得多多观察才行 回到家 美性并没有开始做菜 而是来到浴室 打开暖风 把水纹调高 然后开始往浴缸里放热水 看来他今天必须蒸上桑拿 接着他就将干香菇泡水 黄瓜切丝 鸡胸肉放到水里煮 将鸭肉的皮斜着切成格子状 放到锅里不放油煎 煎一会儿后翻个面 鸭皮的颜色金黄微焦 分外诱人 煎好后用锡纸包起来 接着在平底锅留下的鸭油里 加入蘸料 甜料酒和砂糖煮一会儿 然后关火待用 他将葱切成段后 鸡胸肉也煮得差不多了 夹出来放到鸭肉旁边 这就叫鸡鸭成群 然后他打开浴室的门 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浴室里已经热气蒸腾 浴缸里的水也已经放的差不多了 于是他开始泡澡了 而且是撑着伞泡 这样的话 伞下的温度会暴涨 可以达到湿蒸桑拿的效果 很快他就躺汗了 这汗水流的还挺多的 真是太能排毒了 美星感觉自己的身体 正朝着适合挽拙的状态 慢慢干瘪 终于他蒸好了桑拿 用大锅烧上开水 然后将鸭肉取出来 放到刚才煮的蘸料汁里加热 那味道真的好香 令人陶醉 接下来他把煎熟的鸭肉切成片 马放在盘子里 油光水润色美鲜嫩 最后将锅里的汤汁舀到碗中 把葱丝加进去 这样就成了一碗美味的蘸料 这两样摆在一起 是那么的唯美诱惑 接着把冰起来的鸡胸肉 拿出来切开撕成条 想要口感好就得下功夫 撕好后马在盘子里配上黄瓜丝 再将芝麻酱倒进蘸杯里 加入香菇水稀释 还要撒上芝麻粉 截至目前 这几样食材全部准备完毕 将陵木荞麦面拆开 放进废水锅里开煮 用筷子将荞麦面舒展开 煮好后 将面倒进面楼里 用水洗掉粘腻感 再倒入冰水中 这样荞麦面就会更加筋道 最后将荞麦面捞出来 放上海苔片 将早晨冰镇的米糠烟菜端出来 还有啤酒和啤酒杯 终于万事俱备 只剩开吃了 这满满一桌子 花花绿绿的 开上去就是种享受 他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将啤酒掀开 45度倒进酒杯中 制造出洁白的泡沫 锁住啤酒的鲜味 举起杯 顿顿顿的就是超长一大口 爽的他满脸享受 桑拿跑掉的水分 终于等到补充的时候了 接着他加了一片 翠绿的米糠烟黄瓜 送进嘴里开嚼 清脆悦耳口感温和 腌制的恰到好处 喝一口啤酒配一配 没想到都给干掉了 一片黄瓜半杯酒 一根黄瓜不得喝一箱啊 他又拿出另一瓶啤酒 和另一个冰镇酒杯 他将啤酒倒进杯子里 然后开始吃荞麦面了 加起一大多了 荞麦面放到蘸料碗里 充分蘸满料汁 然后稀溜溜的 全部吸进嘴里 口感顺滑又嚼劲 带着阵阵荞麦香 甜甜的蘸汁和 荞麦面非常大 再喝一口啤酒送福 那感觉更绝妙了 接下来他将荞麦面 加到蘸汁碗中 再加起一片 粉嫩嫩的鸭肉放进去 充分蘸满料之后 一起加起来 整个塞进嘴里 这嘴可够大的呀 配上鸭肉的荞麦面 必定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爱吃鸭肉 喝一口啤酒下去 他顿时又舒爽了一波 然后他加了片鸭肉 放到蘸汁碗中 跟葱丝一起送进嘴里 很香很嫩 鸭皮上的油汁 恰到好处 一点也不油腻 放下蘸汁 他端起了芝麻酱蘸料 加起一大多了 放入荞麦面 放到芝麻酱里 蘸满黏乎乎的酱汁后 送到嘴边 一口口的吸进去 芝麻酱的特点就是香 芝麻酱和荞麦酱的组合 当然是美不胜收的香 他觉得蘸料 准备两碗 真的太对了 喝一口啤酒 混合芝麻酱的味道 那感觉真是妙啊 他往芝麻酱里 加了一块的荞麦面 然后加起鸡丝和黄瓜丝 放进去 一起加起来 送进嘴里 增加了鸡肉丝的荞麦面 口感更棒了 接下来 他往芝麻酱里 加了些辣油 增加刺激感 将荞麦面 放进去 蘸满酱汁和辣油 如此吸溜进嘴里 口感果然刺激了不少 接下来 他又端起蘸汁碗 加了荞麦面充分浸润 稀溜溜的 往嘴里吸食 吃的那叫一个酣畅 然后立刻端起 芝麻酱蘸料 将荞麦面 裹满芝麻酱吃 浓香无比 两种蘸料轮流吃 吃的雨露均沾的 蘸汁巧麦面 配鸭肉吃 芝麻酱巧麦面 配鸡丝黄瓜吃 这搭配可不能混乱 这顿饭吃的 很有层次感和秩序感 他一口口的站着 一口口的吃着 一口口的喝着 开启了风卷残云 云淡风清 清风榨起模式 将面条吸光 酱菜吃掉 鸭肉嚼光 啤酒喝完 最后说了声 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他心里想着 果然我的感觉 没有出错 于是转天 他就跟 灵木巧麦面的老板说 他找到合适的店铺了 哪只老板一看愣了 说这个距离车站 步行15分钟 比我现在的店 离车站还要远呢 但美兴说 你看这家店铺的旁边 就是桑拿店 说灵木巧麦面 应该开在人气很高的 桑拿店的附近 老板一头雾水 问为什么是桑拿店呢 美兴说 他昨天确认过了 灵木巧麦面 和桑拿到底有多配 蒸完桑拿大量出汗后 水分流失 血液变粘稠 而桑麦面中富含的炉丁 可以让血流畅通 老板说 那有必要开在隔壁吗 美兴说 在蒸完桑拿的 3分15秒之后 吃到桑麦面的话 味道绝佳 店长见老板犹豫 说他也给店长 推荐一家店铺 但是你这店铺 这不是在荒郊野外吗 鬼才会去吃吧 而老板突然站起来说 就是这间了 说他没见过 像美兴小姐这样 更懂他家桑麦面的了 说其实他也喜欢桑拿 这样他就又有干劲了 为了表示感谢 他又带来了桥麦面 而且是一整箱 这老板出手很大方 美兴分给大道和小葵 一人两盒 然后就关上了箱子 店长顿时傻眼了 假装自言自已的说 根据风水学 他家的客厅 放一盒桥麦面会比较好 美兴只好给他拿桥麦面 店长说 那多不好意思呀 美兴听吧 立刻合上了箱子 店长顿时傻眼 本集中 桑拿配桥麦 好吃又补钙 啤酒配花生 一喝喝一生 美女配帅哥 好看没得说 下饭配清风 吃饭迟到撑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郭短白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很多小伙伴推荐的 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第六集 美兴是个做菜高手 最喜欢下班归来后 畅快的就着下酒菜喝啤酒 这天到晨 美兴将大葱切成碎末 放到玻璃碗里 倒上料酒 酱油 蒜泥 韩式辣酱等调料调味 搅拌均匀 最后倒进放了紫苏叶的保鲜盒里 进行腌制 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玻璃酒杯 放到冰箱里冰镇 这样可以让啤酒更加好喝 美兴在啤酒花房地产公司上班 同事小葵 正在给客户介绍 预算在十万元以内的房子 哪知客户看后说 这套算上物业费 不就十万五千日元了吗 刚才那套也是 请你按照我的要求来找房行吗 小葵忙道歉 但客户还是气愤的 去其他中介找房子了 小葵很是沮丧 大道提醒店长聚餐的时间 还有三分钟就到了 店长忙拿了衣服 嚎叫着跑了出去 而美兴见小葵 闷闷不乐 忙安慰他 让他找回状态 不然这家店 就会因为店长而倒闭了 小葵笑了 说其实他被男朋友给甩了 你不是上级 刚和男朋友约会去了吗 这么快就疯了 小葵说 他男朋友喜欢上别人了 说自己肯定会找到 更好的男朋友的 资料掉了一地 小葵伤心的捡资料 美兴也帮他一起捡 并问他要不要一起去 小葵问去哪 然后美兴就带他来到了拳击馆 开始打沙袋 美兴打得可带劲了 教练教大家如何打沙袋 要用上腰部的力量 小葵也打得很过瘾 就是动作有点难看 打拳击只需45分钟 就能消耗1000大卡 相当于跑步两个小时 美兴借此让身体达到最佳状态 晚上吃饭喝酒更香甜 中趟休息时 美兴说他每周四都会来打拳击 美兴的生活很多姿多彩呀 桑拿跑步健身房 瑜伽普拉提打拳击 健身活动太丰富了 怪不得那么瘦呢 而小葵说他没什么爱好 所有时间都在为对方过分付出 很快第二轮开始了 教练让大家边喊一二边打 正做士气 良人边大喊边挥拳 这样的话 喉咙的付出是最大的 从拳击馆出来 小葵神清气爽的说 他获得了新生 但美兴说还没开始呢 小葵口渴想买瓶饮料喝 哪知就被美兴给制止了 说不能把付出的努力毁掉 然后让小葵跟他走 口渴不喝水 可是万万要不得呀 他们来到超市 美兴在一堆章鱼里仔细挑选 最终选中了一个幸运章 然后又对着一堆阿根廷红虾念念有词 最终选择了那盒幸运虾 接着还拿了个纳豆 然后又跑去货架那里寻找 超市唯一干活的店员小伙 又瞄到了美兴的购物栏 看完就跑去拿了瓶寿司醋 过来问美兴是不是在找这个 哪知美兴说不是 小伙实在想不出那些食材 除了手卷寿司还能做什么 结果美兴拿了瓶寒式辣酱 高兴的离开了 小伙绝望的说 寒式辣酱 大姐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买完食材 美兴带小葵回到住处 小葵渴得不行 可怜巴巴的问能不能喝点什么 但美兴让他再坚持17分钟 要不是身体缺水 小葵眼泪就流出来了 他很惊讶美兴怎么会有那么多酒杯 美兴说都是他自己用的 小葵很吃惊 说自己家里只有一个杯子 这次轮到美兴吃惊了 美兴给小葵拿了两个玻璃杯 冰镇起来 然后就开始做菜了 今天他要做的是韩国料理 首先要做韩式十锅豆腐汤 猪肉下到油锅里煸炒 然后加上泡菜接着炒 加入韩式辣酱和豆豉酱继续翻炒 美兴这颠勺的手艺 可是实打实的功夫啊 接下来把这些东西都倒进十锅里 加水开煮 他将章鱼切成一片一片的 这肉质看上去就鲜嫩弹牙 接下来在葱丝中加入韩式辣酱 料酒酱油和蒜泥 以及韩国辣椒粉 一通搅拌后 放到油锅里再倒入章鱼片 稍微一通扒拉后 就做好装进了盘子里 韩国风辣炒章鱼就完成了 闻了闻味道还挺香的 接下来做必不可少的韩式煎饼 面粉放盆中 倒水搅拌成面糊 加入姜黄粉 让颜色漂亮起来 加入韭菜段洋葱丝 还有青辣椒圈 充分搅拌后 放到平底锅里 开始用油煎 他将蛤蜊放到了韩式石锅豆腐汤里 还将纳豆搅拌拉丝 也放到石锅豆腐汤里煮 最后才下入嫩嫩的豆腐 外加两个阿根廷红虾 这食物弄得还挺复杂的呀 被剥夺了喝水泉里的小葵 闻到了浓浓的香味 此时美星在制作 蘸韩式煎饼的蘸料 将芝麻酱柚子醋和腊油混合 倒进碟子里 看上去香辣香辣的 再将韩式煎饼翻个面 煎得焦脆的蔬菜煎饼 分外诱人 里面的葱和洋葱隐隐可见 煎好后放进盘子里 上面还在冒着油花 最后在石锅里放个鸡蛋 这个石锅豆腐汤也做得了 咕嘟嘟冒着泡 看上去太美味了 将早晨做好的 酱油腌紫醋叶拿出来 所有美食采算都准备好了 小葵连呼 看起来太棒了 美兴拿出啤酒和杯子 小葵说 他的嗓子眼都冒烟了 两人赶紧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这顿饭总算开始了 他们先将啤酒倒满 洁白的泡沫沙沙作响 两人碰杯说了声干杯 然后顿顿顿的往嘴里倒酒 终于喝到东西的小葵 惊讶的说 好好喝呀 跟平时的感觉不一样 美兴说 我们今天一天的努力 就是为了让这杯酒更好喝 小葵又喝了一口 果然味道极佳 而美兴说 人会背叛你 但酒不会 小葵问 你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美兴笑笑说 什么都没发生过的人生 那就太无趣了 看来美兴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然后两人就开吃了 小葵夹了一块子 红艳艳的辣炒章鱼 一嚼之下 顿时惊艳了 鲜辣鲜辣 弹嫩弹嫩的 味道特好 而美兴也吃了一口 辣炒章鱼 满意的指点头 吃一口辣炒章鱼 喝一口冰啤酒 小葵满脸写满了舒爽 他又加了块韩国煎饼 蘸了辣油麻酱蘸料 送进嘴里嚼 外脆里软 别样的口感 吃起来特香 还带着大葱洋葱和辣椒圈的清香 再就一口啤酒 真的是接二连三的享受 把酒喝光后 美兴又从冰箱里拿了两罐出来 美兴给自己满满倒上一杯 一仰头嗖嗖嗖就是一大口 爽得他都快齐天了 而小葵又看上了那道佐料很多的腌紫酥叶 他立刻夹起一片 送进嘴里品尝 调料的鲜辣和紫酥叶的香甜 融合在一起 口感奇妙 小葵顿时就爱上了 就这美味的紫酥叶喝一口酒 果然很般配 接着重头戏来了 美兴掀开十锅盖子 一锅红彤彤的豪华十锅豆腐汤 呈现眼前 这颜色这质地一级棒啊 美兴将蛋黄戳破 搅拌均匀 然后用勺子盛了两碗 小葵迫不及待的吃起来 感觉比他以前吃过的都好吃 味道太浓郁了 而且还吃到了里面的纳豆 美兴说辣酱汤和纳豆是绝配 接下来两人开启了 风卷残云 云淡风轻 清风乍起模式 吃一片紫酥叶神清气爽 吃一口腊炒章鱼 口感一流 吃一块韩式煎饼蘸麻酱 香得直点头 吃一口十锅豆腐汤 滋味贼上头 大虾剥了皮松进嘴里嚼 特别鲜美 蛤蜊肉吸食后 鲜得直砸嘴 他们还嫌不够辣 还往腊炒章鱼里撒辣椒 这样夹起来一口塞进嘴里 不喝一口啤酒会被腊晕 最后还把凭空多出来的米饭 倒进豆腐汤里吃 这锅汤配饭简直一流 最后他们吃光了所有东西 喝光了杯中酒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吃完后继续拿了啤酒接着喝 小葵凯探自己和男朋友喝酒时 总是在意对方杯子里的酒还剩多少 看来这丫头也是个恋爱脑 美性说小葵的男朋友可真没有眼光 说会在意别人的酒够不够喝的人 是发自内心温柔的人 还说欢迎小葵再来 小葵高兴的说他明天还来 美性心想也不用那么实在吧 转天小葵就又能量满满的开始工作了 一扫失恋的萎靡 大岛很奇怪 一夜之间他是怎么做到的 大岛说店长昨天聚餐迟到 被罚酒喝多了 美性说店长不在的话 工作会很顺利 而小葵送给美性一盒明太子 是福岗老家的父母寄来的 打开一看非常的漂亮 他忙说不好意思 小葵说能被美性吃掉 他一定很开心 本集中 今天的结尾诗是 谈恋爱不如喝啤酒 处对象不如喝啤酒 搞拍拖不如喝啤酒 耍朋友不如喝啤酒 今天你喝啤酒了吗 好了我要去喝啤酒了 孤嘴白下次见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很多小伙伴推荐的 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第七集 晚上下班做几个下酒菜 喝两听冰啤酒 是美性最惬意的时光了 早晨美性蒸了一锅烟熏干烙 一个个油亮亮的漂亮极了 这玩意儿真想放进嘴里大嚼 口感一定不错 选了两个酒杯放到冰箱里 为了晚上回来喝啤酒 口感更佳 美性在啤酒花房地产公司上班 他和小葵刚送走一对来租房的情侣 美女漫画家小霞走了进来 小葵拿起漫画书说 他看了小霞的漫画短片 特别有意思 问他何时连载 小霞略显尴尬的笑着说不连载了 说画漫画太难了 他想回老家了 今天来就是想退房的 说他没有当漫画家的才能 小霞说反正他也尝试过了 也不后悔了 办完退房手续 送小霞出来 小葵说幸好他没有消沉下去 但美性感觉小霞心里必定极其不甘 而大岛突然嚷嚷 本来要去露营的 但朋友临时有事去不了了 大家都说太可惜了 而大岛突然提议 他们四个一起去露营 小葵当然高兴了 而店长说 他以前可是童子军呢 很擅长野外生活 说他来做队长 大岛准备道具 小葵负责娱乐活动 但美性说他不去 店长说露营能接触大自然 在外面吃饭喝酒最棒了 美性问你刚才说什么 小葵说在外面吃饭喝酒最棒了 美性立刻站起来说我去 但他有个条件 那就是让他负责晚饭和酒 这哪是条件呢 这就是福利啊 大家痛快答应 生怕他反悔 下班后美性冲到超市 拿了西红柿 洋葱 桶蘑菇什么的 店里唯一干活的店员小伙 又开始猜测美性吃什么 小伙也是够咸的 正在美性在生肉区 看那一盒盒漂亮诱人的鲜肉食 店员小伙过来问 您是要做寿喜烧吧 美性很惊奇 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小伙说他每天都在研究这些 美性看到小伙送来的黑毛和牛肉 他很喜欢 说全都要了 小伙这次很高兴 说终于更靠近他一点了 小伙你目的不纯呢 我就问问 你脑袋有流星垂硬吗 转天大家将露营的装备塞进车里 但美性迟迟未到 结果一扭头 看到美性挂了一身箱子 跟僵尸一样走过来 众人瞒过去帮忙 店长好奇里面是什么 想打开看 被美性制止了 到了露营地 大家开始搭帐篷 美性干得特起劲 动作幅度特大 小葵说美性这是在做饭前准备 而店长则在一旁坐着乘凉 还不老实的偷偷跑过去 打开了那个箱子 发现里面冰镇着一罐罐诱人的啤酒 他很兴奋 想偷偷拿一瓶喝 结果不小心带倒了箱子 啤酒冰块撒了一地 店长顿时吓傻了 小葵过来认真地说 美性会杀了你的 店长更害怕了 此时美性缓缓夺步而来 小葵惊恐地念叨 要被杀了 要被杀了 哪知美性说 作为补偿 请你把冰买回来吧 店长说 我不喝冰啤酒也没关系的 美性效忠带杀的说 去买 前台就有 店长立刻去买冰块 小葵说 你不杀他呀 美性说 死人是无法买冰块的 我说二位 这里不是杀死比尔 这里是婉拙的做派呀 终于帐篷搭好了 大董说可以准备晚饭了 但美性说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状态 说要走一走 运动完喝酒最爽了 然后三人就开始徒步了 疏于锻炼的大董 走得很亮腔 而美性给他示范最佳姿势 上半身直起 脚掌全部踩在地面 这样全身都能得到锻炼 说要走20分钟 大董一听都快疯了 但他不能输给女士 嚎叫着往前冲 歇斯底里的 终于三人散步归来 但他们奇怪的发现 店长还没回来 他们担心店长 遇到野兽不敌而亡 忙四处寻找 连树根草丛都找了 结果却在服务站 看到了正在欢乐吃冰棍的店长 美性冲过去 满脸担心的说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店长顿时感动了 站起身来深情的说 没想到我这么受大家敬仰啊 美性说没错 这是不可或缺的 然后拿起旁边的冰块 说还没融化 太好了 然后三人抱着冰块走了 店长手里的冰棍掉落 就像他的心一样破碎 美性搬出卡式炉和铁锅 小葵问要做什么 美性说受洗烧 众人惊呼 那可太奢侈了 点着火 往里倒入调配好的料汁 烟气生腾 料香弥漫 美性把洋葱 蘑菇西红柿和铜蚝放进去 大家都说受洗烧里 放西红柿真是少见 等烧开之后 就将牛肉放进去 那牛肉可真是不赖 一片片长得很有艺术气息 众人看得胃里直痒痒 很快这一锅受洗烧就煮好了 香味弥漫 勾人食欲 美性说可以开动了 四人打开冰冰凉的啤酒 倒进冰冰凉的啤酒杯里 制造出丰富洁白的泡沫 碰杯后立刻 蹲蹲蹲的大口往嘴里灌 每一口都喝得极其痛快 大导说 这是他至今喝过的啤酒中 最好喝的一次了 美性说准备的充分 喝起来才会畅快 然后大家就开始吃受洗烧了 将牛肉等食材 加到打了生鸡蛋的碗中 颜色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盛晚四晚后 大家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端起碗来 热热乎乎的开吃 大导加了西红柿和牛肉 一起送进嘴里 嚼了两口 真的太香了 酸甜味的牛肉 口感绝妙 小葵也说 这个牛肉太地道了 店长说 加了番茄能好吃吗 我家一直放白菜 美性说你别吃 店长吃了一口后 惊讶的说 太好吃了 果然吃瘦起烧 要放番茄 这老大爷也太善变了吧 美性加起一大都路 番茄牛肉 高兴得一口 吸溜进嘴里 满嘴的肉香泛滥 回味无穷 他仰头喝了一大口冰啤酒 先达成了第一波快乐 接着他拿出酸菊 说可以挤在里面当调料 店长挤完说 酸菊呀 我是坚定的鸡蛋派呀 美性说你别吃 店长把牛肉放进嘴里 嚼了两口惊艳了 大壶好吃 说以后受洗烧 他支持酸菊味的 大导也是赞不绝口 小葵夸赞美性真是个人才 而美性将酸菊挤到受洗烧上 大嘴一张就吞了进去 牛肉的美味香浓 带着微酸 果然是无与伦比的美妙滋味 众人喝着啤酒 吃着牛肉 那感觉无庸置疑的舒坦 肉和蔬菜吃完了 美性说差不多该收尾了 收完就把米饭 倒进剩余的汤汁里 扒了开来 让每一粒米饭都浸润汤汁 接着再把一盒 切开的油炸豆腐放进去 美性做菜就是舍得放料 很快 这一锅受洗烧米饭和油豆腐就做好了 装在碗中 并放上了一块的腌浆片 大倒将腌浆片 油豆腐和米饭 咬了一大勺 送进嘴里嚼起来 农香里带着一丝清爽 店长又不屑一顾的吃了一口 顿时说下次一定做 而美性也迫不及待的吃着 吃得非常享受 这一天的辛苦 都是为了这一刻的满足 大家一口口的吃 一口口的喝 在大自然里尽情吞咽 那感觉跟在家里吃饭 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在这种旷阔的地方吃饭 有种尽情撒花的感觉 小葵问美性何时米上挽着的 美性说是在工作的第二年 小葵问是什么契机 但美性说保密 众人碰杯干杯 喝得特别尽兴 半夜时分 大家都在帐篷里睡着了 而美性则端了啤酒 和那盒昨天蒸的烟熏干烙 他这是给自己开小灶啊 捏一块闻了闻 香得很 咬一口很香很浓郁 配一口啤酒喝 感觉相当不错 看着啤酒他不由得想起两年前 他男友说要回熊本老家了 说他想放弃摄影工作了 因为没那才能 美性说你拍得很好啊 男友说那种水平谁都能拍 他问美性跟不跟他回去 见美性很茫然 忙说很抱歉 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他让美性把两人吃饭时 剩下的那些啤酒都自己喝了 两人就这么无疾而终了 回到家 伤感的美性打开一罐啤酒 伤心的喝了一口 感觉那个酒可真好喝 从此他就爱上了晚上喝啤酒 之后他拎了一袋子啤酒 去为小霞送行 美性说 看了这个房间就能明白 小霞一直在努力画漫画 所以他拿了酒来为小霞送行 希望他以后能继续坚持下去 两人打开酒喝了一口 小霞说真好喝 美性说只有酒不会背叛你 然后小霞就告辞回老家了 美性挥手再见 让他好好加油 本集中 美景我所预言 美食我所预言 于美景中食美食 我所大预言 啤酒我所预言 白酒我所预言 于啤酒中掺白酒 我要玩犊子也 好了我要去吃饭了 咕嘴白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很多小伙伴推荐的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第八集 也是最后一集 喜欢美性和喜欢流星垂美少女的都来留个言吧 晚上下班做几个下酒菜 喝两听冰啤酒是美性最喜欢的事情 美性不喜欢珠宝钻石化妆品 她又给自己买了漂亮的啤酒杯 她的啤酒杯已经有几十对了 每对都不一样 将新酒杯放到冰箱里冰镇 晚上回来喝啤酒用 美性在啤酒花房地产公司上班 这天有一对新婚夫妇来租房 妻子在纸上写了十个租房条件 倒台厨房 空气流通 房租十二万以内 家道车站有便利店 两室两厅 不要一层 附近有药店和公园 大阳台路灯多 红绿灯少 美性一看顿时傻眼了 从没遇到过这么多条件的 而且最后又加上一条 车站到家的路上不能有坡道 看美性似乎有点为难 妻子说 她听说没有啤酒花房地产的美性 找不到的房子 用完这招激将法后 夫妻俩告别离开 结果那位丈夫跑回来 鞠躬抱歉 说妻子的要求太苛刻了 是因为妻子小时候和父母住在国外 经常搬家 她有了搬家恐惧症 所以希望能住上理想的房子 不用搬家 还说也不必每条都满足 美性说 她一定尽最大努力 找到他们满意的房子 小葵说 对方的要求太多了 那样的房子可太难找了 哪知美性说 我一定要找到 大导问为什么 美性说 他们一定是商量了很久 才定下来那些条件 既然客户是认真的 那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 店长从桌子底下钻出来鼓掌 问刚才的台词 能不能当成是他说的 然后就慷慨激昂的说 既然客户是认真的 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 这就是传说中的过嘴瘾 接下来美性就跑去找房子了 她先以车站为中心 初选了18所房子 第一个房子 倒是有岛状厨房 但是在一楼 只好滑掉 第二所房子 通风不太好 滑掉 第三所房子 阳台太小 滑掉 第四所房子 有坡道 滑掉 第五套房子 挺好 就是附近路灯少 滑掉 连续看了八家 都不符合要求 而此时店里的三个人 也都非常忙碌的 为顾客选房 有俩大哥 想要有趣的房子 能在搞笑节目里 用上的那种 这俩不会是做 搞笑自媒体的吧 他们看完 大岛推荐的房子后 疑惑的问 这个哪里搞笑了 我去 我看你俩就挺搞笑的 而另一位大哥 想要能让他 沉下心来思考的房子 大哥 你不能再思考了 再思考 头发就不薄了 而那位美丽小姐 想要个能让他 更上一层楼的房子 店长给他介绍了 四楼没电梯的 说走楼梯 能体会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美女尖刺一样的睫毛 差点把店长扎死 美兴回到自己家里 想起当初 自己在找这套房子的时候 也设定了很多条件 倒台厨房 能放大量调料的架子 能放大餐桌的大客厅 适合摆放官业职务的空间 要求也很多 而如今 他才能在这个房间里 畅快享受晚着时光 所以他决定 一定要为客户 找到合适的房子 此时店里的三个人 已经被客户折磨得精疲力竭了 但一想到 他们店的金牌美兴 依然在外面奔走 为客户选房 他们也打起精神 气势如虹 依然前行 店长中途退缩 被大导挤到了前面 大导说 他找到了三百套 看起来很有趣的房子 小葵不停给对方介绍 能思考的房子 店长给尖刺小姐 介绍了一处 气温更上一层楼的房子 这大叔太不靠谱了 而此时 美兴终于找到了 完全符合要求的房子 他高兴坏了 而夫妻俩看到房子后 相当的满意 简直太完美了 立刻说 他们就要这里了 他们向美兴表示感谢 美兴说 接下来就需要二位 将他变得更完美 夫妻俩幸福的答应了 而此时 那两个想找有趣房子的人 也找到了房子 说他们终于明白了 有趣这件事 不能寄托在房子上 而那位把头发 思考没了的大哥 说他相信小葵的推荐 也把房子定了下来 而尖刺妹子 找到了一个 能看到放烟花的房子 说那就不止上一层楼了 两个人碰拳庆祝 几位顾客都满意的离开了 美兴也高兴的回来 说完成了任务 大家都非常高兴 等美兴完成今天的工作 已经晚上七点了 所以他跟大家说了声辛苦了 直接前往超市 美兴搬了一箱啤酒 准备结账 唯一干活的店员小伙说 要帮美兴搬到收音台 美兴说不用了 说酒的分量 不在于他的重量 小伙感觉这句话 博大惊深的 回到家 立刻开始做饭 将通心粉倒进废水里煮 煮好装进碗里 放上黄瓜条 挤上沙拉酱 挤上柠檬汁 搅拌一下 就是意面沙拉了 但他又将罐头牛肉 切成块状放进去 加点黑胡椒 让味道变得狂野 这份狂野牛肉意面沙拉 就做好了 将大葱切成段 放到油锅里用小火煎 将表皮煎至金黄 然后用刀在上面 切开一个十字 再放上水晶莓 撒上辣椒粉 这道烤葱配水晶莓 也做完了 接下来将卷心菜切开 锅里放油 放蒜 放辣椒圈 炸出浓郁的香味 美杏好希望 拥有一款 这个味道的香水 而我希望拥有一款 烤羊肉串味的香水 你想拥有什么味道的香水 将卷心菜倒进去 一通扒拉翻炒 差不多熟了时 挤上黑胡椒 撒上芝麻粉和辣椒圈 这才算出锅 倒进盘子里 但为了让他奢华一下 还撒上了无鱼子粉 美杏做菜 可真是舍得给料啊 他将芝士放在火腿上 三片火腿 两片芝士 一起裹满蛋液 再包上面包糠 放进油锅里炸 哗啦啦的滚油声 相当悦耳动听 炸好后 捞出来一刀两段 摆盘后挤上芥麻 这道炸芝士火腿就完成了 他拿出啤酒和新买的酒杯 一人两酒四菜 这顿饭可是太费功夫了 美杏兴奋的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揭开啤酒 45度倒进杯子里 洁白的泡沫 黄灯灯的啤酒 是那么的般配 觉得没有比辛苦工作一天后 喝啤酒更美的了 接着他加起一块的通芯粉沙拉 送进嘴里嚼 黄瓜很脆 通芯粉很筋道 口感非常好 罐头牛肉和黑胡椒的搭配 冲击力也很强 再加一块烤大葱水晶莓 送进嘴里品尝 熟葱去掉辛辣后的香味 浓郁又美味 虽然简单 但很下酒 他禁不住一口 把啤酒都给喝光了 他起身 将另一罐啤酒 和另一个啤酒杯拿出来 满满倒上一杯 制造出丰富的泡沫 先加起一块的 无鱼籽蒜香卷心菜 送进嘴里嚼 蒜的浓香 辣椒的辛辣 无鱼籽的咸香 和卷心菜的清香 组合在一起 想不好吃都难 端起啤酒来 咕咚咚咚灌一口 舒服到家了 接着将柠檬挤在 炸芝士火腿上 再淋上酱汁 如此加起来咬一大口 就听咔嚓一声脆响 美味爆发了 火腿和芝士热乎乎的 说不出的香浓 每嚼一下 芝士都会溢出来 感觉太奇妙了 他三口两口 就将其吞落腹中 再喝一大口啤酒 畅快的发出一声嘀吼 看来真的是吃美了 接下来 他就开启了 风卷残云 云淡风清 清风乍起 起早贪黑模式 将牛肉一面沙拉 蒜香卷心菜 烤葱水晶梅 炸芝士火腿 一口口送进嘴里 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欢唱 最后将卷心菜吃光 一面沙拉干掉 炸火腿消灭干净 烤葱嚼光 喝下一大口冰冰凉的啤酒后 他开始思考 最棒的碗灼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而此时 店长正在和老婆女儿 还有外孙女一起吃饭 边吃边喝 其乐融融 而不可小觑的小葵 又找到了新男友 两人举杯相碰 喝得很开心 而大导也是自己在家独啄 但他的下酒菜 可不是自己做的 而且只有一样 但他大口喝酒 丝毫不影响他享受碗灼时光 而超市关门后 唯一干活的店员小伙 嚼着炸鸡块 喝蔬菜沙拉 喝着啤酒 也很舒坦 心里还想着明天要加油工作 这样的员工 老板可得珍惜呀 而美兴觉得 不管是什么样的碗灼 跟谁碗灼 只要自己喝得开心 幸福 那就是最棒的碗灼 他一口干掉杯中酒 说了声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转天他来到店里 发现大家都还没到 三人发来短信 小葵说昨天喝多了 迟到一会儿 大导说睡过头了 现在就打车过去 而店长说 扶老奶奶过马路了 要迟到一会儿 我去 我不扶老奶奶 我就扶你 但美兴并不在意 他相信白天工作有多努力 晚上喝酒就有多快乐 全剧终 不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喝酒时的快乐 都是一样的 不管吃着什么样的配菜 喝酒时的幸福 都是一样的 有的人什么都有 就是不开心 有的人过得紧巴 就是活得快乐 你的幸福 你来定义 哪轮得到他人 评说 好了我要去快乐了 孤独白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下饭美食日剧 晚卓的做派 2022年末特别篇 每天早晨出门的美兴 都会将啤酒杯 放进冰箱里冰镇 晚上喝啤酒用 美兴在啤酒花 房地产公司上班 因为年末了 所以美兴在努力做卫生 这样可以多运动 晚上吃饭喝酒 才香甜 突然店里来了一位客人 要租房 说要过年前就搬进去 美兴说 还有四天就过年了 客户说 他决定了什么 就立刻要做 当即立断 是他的座右铭 美兴一听 只好问有没有什么要求 孝绿男说 离车站步行三分钟以内 必须要一楼 因为坐电梯很麻烦 房子内部不需要门 因为开门麻烦 美兴听吧很懵圈 说符合他要求的房子 目前只有这一套了 但是是有门的 孝绿男看了一眼 距离车站一分钟 立刻说就要这个了 说门可以拆掉的 拿出印章 问在哪里盖章 这也太快了 但美兴却说 给他一天时间 他想为孝绿男 找到更合适的房子 孝绿男说 明天他再过来一趟 然后就直停停的走了 不知不觉 美兴为孝绿男 找房找到了九点半 要知道 他可是从来不加班的 突然送外卖的到了 大岛和小葵 点了中华盖饭 说最喜欢中华海鲜盖饭了 虾仁 扇贝 鸿鸿蛋 小玉米 木耳 黄瓜条 颜色漂亮 勾芡到位 看着就好吃 见美兴瞪大眼睛 大到问他吃不吃 美兴想吃 但忍住说回家吃 但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美兴必须提高做饭效率 他今天也想吃中华料理 打开冰箱 看到有青椒和笋 这两样就可以做个青椒炒肉了 但是家里没有肉丝 只有肉末 但他已顾不了许多 他先做的是凉拌豆腐 把和豆腐 舀到碗中 把纳豆泡菜和葱丝 一起搅拌均匀 倒在豆腐上 再加上切碎的小葱 和韩国紫菜碎 就算完成了 然后把青椒切丝 锅里烧热油 放入大蒜生姜 爆出香味 把猪肉碎倒进去 一顿翻炒 这猪肉碎也太多了吧 炒熟后 倒进漏勺里 滤出多余的油 然后热油中 放入大蒜末和辣椒酱 呛锅 将青椒丝和笋丝 放进去炒 还有香菇片和红辣椒 翻炒的差不多时 加入刚才的猪肉碎 再加入料酒和蚝油 还有鸡精和酱油 最后用淀粉勾芡 这一锅青椒肉丝 颜色漂亮 油光闪亮 看上去还挺诱人的 而且它还撒了些黑胡椒 美性果然是乱搭调料女王啊 两个菜还不够 锅里烧油 倒入掺了高汤的鸡蛋液 使劲搅拌 堆成蛋卷后 倒进盘子里 旁边加上明太子和白萝卜泥 这个明太子高汤鸡肉卷就做好了 还将芝麻和咖喱粉 放到锅里加热 撒在昨天剩的金瓶莲藕上 最后将冰镇好的啤酒和啤酒杯拿出来 这一桌子的菜总算做好了 四菜一酒是美性的标配呀 多少有点奢侈了 他说了生活要开动了 将啤酒打开 倒进杯子里 洁白的泡沫像白云般蓬松 他顿顿顿 灌了几大口 舒爽的浑身直颤抖 他先夹了一大块的青椒炒肉 血盆大口一张 都撒了进去 青椒脆脆的 笋丝嫩嫩的 猪肉香香的 各种滋味分质踏来 甚是美妙 果然中华料理不可能不好吃 他一口干掉啤酒 跑去将第二罐啤酒和第二个杯子拿出来 倒好酒备用 接着他就开始吃蛋卷了 将蛋卷切割 将明太子放上去 夹起来一口送进嘴里嚼 蛋香满满 明太子的美味很直接 接下来他将鸡蛋卷和明太子 还有萝卜泥一起塞进嘴里 香浓中夹着清爽 特别棒 端起啤酒来喝一口 又一次爽歪歪了 接着该吃那个纳豆泡菜豆 用勺子摇起一大勺送进嘴里开嚼 泡菜的酸爽 纳豆的粘稠 还有凉凉的嫩豆腐 配合的天衣无缝 口感美妙至极 再加起金瓶莲藕吃一口 得益于咖喱芝麻的威力 味道够得劲 再喝下一大口啤酒后 他就开启了风卷残云 云淡风清 清风榨起模式 一口青椒炒肉一口酒 一口纳豆泡菜豆腐一口酒 一口金瓶莲藕一口酒 一口蛋卷明太子一口酒 很快就把这一桌子美食都给吃光了 吃的气喘吁吁的 吃饭的消耗比摄入都多 怪不得不长胖呢 转天美性带笑绿男去看房 但那间房子距车站步行三分钟 还不如昨天那套 笑绿男说还是租昨天的好了 哪知美性拉开窗帘说 这个房子的阳光很好 但笑绿男说他对阳光没兴趣 美性说早晨晒五分钟阳光 可以促进血清素分泌 能让人迅速清醒 会更有活力和效率 一听这个笑绿男立刻说他租了 签合同吧 签好合同 笑绿男送给美性一袋 他店里的烟菜表示感谢 美性很高兴 打开一看 里面有好几包烟菜 说真是不好意思 一抬头人不见了 效率高到离谱 此时小葵带回了商店街的人 送的未老品 有鸡肉串 有豆腐什么的 而大导带回了顾客们 送的各种杂物等美食 此时店长也回来了 拎着两个袋子 但打开一看 是空的 他狡辩说 自己带回了客户的心意 说自己可真是受欢迎啊 众人无语 脸皮比油豆腐还厚 而美性刚想回家 做饭喝酒 店长说 今天他请客吃特级寿丝 此时特级寿丝来了 打开盒子 各种寿丝 心艳夺目 精美漂亮 众人拿起一个个的寿丝 往嘴里塞 都大壶好吃 再灌一口啤酒送福 那感觉真是人间智爽 美性终于忍不住了 伸出手指 就要揭开啤酒 哪知小葵大喝一声 说美性姐 你今天不是有重要安排吗 美性忙说是的 放下啤酒离开了 很感谢小葵 及时制止了自己 然后他就来到了一家 棒球馆热身 抓起棒球棍 开始拉伸 姿势很标准 年轻店员很期待 看高手击球 机器发球后 美性挥棒 但根本没打到 年轻店员傻了 原来美性不是高手 而是个喳喳 他的目标 竟然是击到球 于是他一下下的击球 但没有一下击中 最后两个店员和旁边 看不下去的小男孩 一起给他鼓劲 而他最终总算击到了球 然后就潇洒的回家 深藏公寓名 他来到超市 买了大葱 豆苗和和豆腐 看到唯一干活的 店员小伙在搬啤酒 两人互到新年问候 这小伙不拿年度 最佳员工奖 我都不乐意 回到家 美性打开冰箱 里面竟然是一大盘子 雪蟹 毛蟹和帝王蟹腿 他今天要吃的就是 螃蟹大餐 他先调配好汤底 把蘑菇 大葱 豆腐和铜蚝切开 放到汤里煮 再把帝王蟹的 腿部硬壳 拆掉一半 也放进锅里 把雪蟹的腿肉 拆出来 马放到盘子里 一条条的 很好看的样子 而他竟然准备了 四种蘸料 首先是早晨做的 橙子味的柚子醋 现在把橙子味 柚子醋舀舀出来 放入黄油炸大蒜片 再放一片无盐黄油 接着放到微波炉里 加热20秒 第二种是把芝麻酱 和豆瓣酱 混合在一起搅拌 分成两份 一份加葱 一份放蒜泥 可真是不嫌麻烦 这样四种蘸料就做好了 这些小碗倒是挺好看的 接着将煮好的雪蟹 赶出蟹肉 这活干起来可太爽了 再把雪蟹黄 扒拉到碗中 把毛蟹开盖 将蟹黄取出 放到盖里 加纯米料酒稀释 做成蟹黄镇酱 再把雪蟹和毛蟹的肉 取出来 这个活可是很费功夫的 在螃蟹的肚子里面 挖呀挖呀挖 挖了一堆螃蟹肉 累得想喊麻 虽然很辛苦 但完工后的样子 着实让人惊艳 蟹腿肉 蟹肉堆 雪蟹黄 毛蟹黄蘸将 每一样都分外诱人 他拿出冰镇啤酒和啤酒杯 这顿螃蟹宴总算开始了 这满满一桌子螃蟹 看上去有一种奢侈感 他赶紧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先开啤酒 倒进杯子里 二话没说 先顿顿顿的喝了快一杯 顿时整个人都通透了 他先将毛蟹黄 夹到蟹肉上 然后夹起一大块子鲜嫩的蟹肉 直接送进嘴里开吃 真是越嚼越鲜美 螃蟹就是好吃 鲜香之美无与伦别 他一口干掉啤酒 彻底满足了 接着他又拿出了 另一罐啤酒和另一个酒杯 一罐倒下去 正好一杯 然后将浓厚的蟹黄 夹到了蟹腿肉上 夹起两根蟹腿肉 顶着大块蟹黄 一口塞进嘴里嚼起来 蟹肉紧致 蟹黄浓香 好吃的没边了 然后他拎起锅里的 帝王蟹的大蟹腿 把肉扒了出来 这一腿的肉真的挺多 用筷子夹起肉来 蘸了橙子味柚子醋 送进嘴里大嚼 肉质紧实有弹性 口感一级棒 接着他又剥了一个帝王蟹腿 蘸了葱味芝麻吃 芝麻香和蟹肉鲜 相辅相成的 再把大葱和蘑菇夹起来 蘸了橙子醋吃 浸润了螃蟹味道的蔬菜 愈发好吃 接着他将血蟹腿肉 在高汤里涮 涮几秒后 蘸了加了黄油和大蒜的柚子醋 送进嘴里使劲扯断蟹肉 嚼了两口顿时瞪大眼睛 鲜甜的味道 入口即化的口感 还有黄油大蒜的冲击 感受不要太好 他立刻又捏了两根血蟹腿肉 在锅里涮啊涮 然后蘸了芝麻豆瓣酱 送进嘴里使劲一拉 跟拉手雷似的 鲜香的味道在嘴里爆炸 炸得他满脸含笑 赶紧喝一口啤酒送福 终于看见他咽了一次食物 今天是迎接新年特别晚餐 所以他玻璃拿出第三罐啤酒 还将不知从哪里变出来的米饭 放进螃蟹高汤里煮 淋上蛋液 倒进大量葱花 还有剩下的蟹肉 做好后盛进碗里 放上蟹腿肉和蟹黄 这一碗奢侈的蟹黄杂惠粥 不用尝就知道好吃 他咬起一大勺蟹黄杂惠粥 送进嘴里细细品味 好吃到满脸抽搐 就像被螃蟹牵住了舌头 再咬起杂惠粥和蟹腿肉吃 鲜美浓香 越嚼越享受 接着他就开启了 风卷残云 云淡风轻 清风乍起 起早贪黑模式 将蟹腿 蟹黄蟹肉和杂惠粥 轮番往嘴里输送 那么多蟹黄蟹肉吃起来 别提多爽了 真想帮他吃两口 好不容易吃完了 这顿螃蟹大餐 喝光了啤酒 他说了声多谢款待 准备明年继续挽着 本剧中 端午吃粽子 中秋吃螃蟹 七夕吃狗粮 过年吃大餐 人生的快乐可以很简单 喝酒吃肉 放声高歌 去想去的地方 见想见的那个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过段白下次见有猴